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敏昊外形优秀 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简直就是个完美偶像 李敏昊持续十年稳居 韩国明星榜前列 粉丝众多 因此与之CP的女主也更引人关注 对之要求也更高 其实金高盈一直被称为是韩国周冬雨 靠奶酪陷阱成功出道 在鬼怪中 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金高盈的颜值还不错 长相很有自己的特点 是个颇具特色的女艺人 腿身李敏昊一对逆天大长腿 身材比例完美 颜值更是没得说 退伍后的李敏昊也面临转型的问题 此次把金高盈合作 看来颜值搭档的同时也要大秀一把演技了 金高盈的长相虽然不是传统的美人 但气质却格外的清新脱俗 尤其是单眼皮的双眼拍起大片来 可塑性非常强 魅力无限 在日常的穿搭上也像的气质一样清爽舒服 超级值得妹子们借鉴 清新游合的鹅黄色卫衣 一秒就能把春天的活力穿出来 而且还非常的显白 让整体人看起来都明媚了许多 和大自然的静谧感融为一体 金高盈手里拿着蒲公衣流露出满满的少女感 梳着高高的丸子头搭配亮亮的金属而逝 细节的处理下到好处 身材高挑的金高盈在穿搭上完全没有局限性 这款印花的连衣裙搭配一囊的皮衣 中间的黑色腰带调和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感 营造出一种新的视觉感受 头发略微的蓬松 让金高盈看上去 既是摩登女郎 又是林家妹妹 和欧巴林敏浩的气场相当搭 生活中的林敏浩就像剧中的王子一样 无论是气度还是涵养都让人为之称赞 而且穿搭上也非常的有格调 这件印花夹克非常的有潮流感 同时悠悠不吃贵妾 夹克 衬衫等单品是男人的必入的款式 像展示个性又不想太张扬 那么这件就非常的合适 印花归整不杂乱 还有趣味感 长腿欧巴最适合的外套莫过于长款的外套了 这件长款外套拥合了一些衬衫的设计因素 看上去更加的随意 悠闲 蓝黄的格子系 内搭清爽感 十足 还很简宁 搭配一条真丝的休闲长裤 十分的生活化 无论是在出街还是家居都不失时髦感和舒适感 在千篇余裂的男性穿搭中脱颖而出 净显男神的气质 跟着男神一起学穿搭一定会帅气无敌 金高银和李敏浩这两位偶像不仅在剧中的CP感爆棚 私下的穿搭也是CP感很强的 时尚品味相当的在线 这次两个人的剧未播就先火了 可见两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大的 《德庆永远的君王》是李敏浩退伍后的首部新作品 还未开播就掀起轰动 继先前释出新预告之后 韩国SBS电视台更公布了首播日期 据悉《德庆永远的君王》共有16集 将在4月17日开播 《德庆永远的君主》 以平行世界和君主立宪 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发生的故事为主轴 讲述大韩帝国皇帝 李敏试图关闭连接现实世界的次元之门 而从平行世界来到现代 与现实大韩民国新景 正太乙之间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